我看在這個位置跌不下 那我就做了一張Breakdown在這裏 希望我的決定沒有錯 做一個Tie Stop 做一個Tie Stop 同一個時間在這個位置 我剛剛在這個位置 其實是下了兩張的 變成一個位置 一個Breakdown錯了 做另一個Breakdown 這樣就在這裡做一個Stop 在這個位置就停了 先不要吵 好嗎? Border Pending 這個真的不聲不聲 我那時候突然這樣下跌 幸好我那裏拿一張 拿一張Breakdown 真可憐 客人也是幸運做了 要不然真的 坐著著著著就沒了這麼多點 好了我閉上去 各位 差不多跌盡了 411 突然間跌了100點 要吃了它 OK 46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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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那些都吃光了 只有一個客人 剛剛的Wave都OK 剛剛的Wave都好 剛剛的Wave都好 看一下 剛剛的Wave都撿了 整個 飛到紅線 都八十幾點了 幸好 所以這裏特意多下兩張 就是一穿這條線就下去了 應該 一個好的Breakdown 一個好的Example 一四二二的位置 看看情況如何 因為 都不太肯定 這個聲勢 怪怪的 就是 做一個Trader 很多時候有些人在這裏 說 我們坐到官網等 是 偶爾可以等 但你不可以整天等 等那麼久 自己騙自己 對不對 你一天有一個 possibility 我們叫possibility 就下本 不要說 等等 等著等著 怕 你根本就不用下 下了些傻本 我覺得也是 如果 Insta覺得下 就要下 不要說 你不是不等 是等 但不是等得這麼離譜 你是不是等 如果值得等 肯定100%的Trading是贏的 那可以等 但如果0不是100%的Trading是贏的 你等著做什麼 所以偶爾你會下傻本去測試市場 你不可以真的等 你現在天天就等 你不如打一份工 好過了 不要走去做Trader OK 剛剛感覺到 沒有了 沒有了10點8點 真慘 沒有了10點8點 各位 我會去測試 因為如果你 不是不等 你可以等 但如果你等得來的結果 是一定會贏的 值得等 等得來的結果 是有可能會輸的 那我覺得不值得等 下了一張 在這個 2 1 4 7 5那裡 之前也下了一張 但我在這裡就close了 那 做一個tie stop 在這個位置 那 它是5-0-5-0-Target 做一個Trailing Stop 這個位置留下一個尺寸,我指示差不多十多點 在這個位置 進不去 沒有啦,我是這樣 400 121 472贊格 好了,應該是開始上了 差點就是121 我看這條心的樣子 拿一張在這裡,現在賺了三十幾點 那做回一個stop 現在我close它了 下了一本在21390 很靈 那 怎麼覺得它慢慢上去呢 我放一個stop在2374 是一個reverse 現在看近鏡就變成這樣了 拋了一個stop 我想我stop放在另一個位置 因為現在已經很近三點鐘 剛剛我弄了一個stop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 未必會向下走 因為是三點鐘 那 這樣啊 還要靠近鏡,你看一看 它是跟著line的走 其實 現在是到不到這個位置了 現在是 過不過了那個420 最後不叫combat stop了它 如果4點前 能夠可以去到 21503 215 76的話呢 就可以在這些位置再 再判了 因為這條magnet在這裡 好嗎 現在又可能它慢慢爬上去 我講錯了 因為現在已經是三點鐘 我意思是三點鐘 在這些位置再判了 但是現在已經過了三點了 那它可能慢慢向上去 然後爬上去 但是看回那個momentum 又是 我便會在三、四、六點鐘 有六個order 差不多 甚至乎在 這個位置 六個order 今次已經通過了 看它過了這條 214,16 那下一步會怎樣呢 我們要看看 看它這麼沒力 有沒有力 到21454 momentum去得這麼快 那可能在那些位置 可以做一個 除非要慢慢去,如果去得快,就去得很快 這些位置可以考慮 再做一個 我先回答 即是說 在這些位置我決定考慮 如果去得快的話 如果去得很快,甚至乎安全在這些位置才可以 但不要緊,在這個位置做一個短片 終於收到2147日 我只剩下兩張 最後上來,我之前說過 我說他一定會 一定會向到那個 那條線上去,才會回到 那是時間的問題 四點鐘 剛剛就 碰到一個按鈕,就弄了我兩張 真是不幸運 任由他 明天就 再見過了 謝謝 我始終過了明天早上開市 那時候有機會開在這個位置 21536 大家聽說是不是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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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